HELLO 大家好 我是欧貝莉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我生理期前後吃的保養品 那這幾個東西呢 都是我這三個月調理以來 我覺得效果也是蠻好的 繼上一次血淡按摩的影片 大家都有很熱烈的反應 我很開心大家會喜歡那一支影片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平常在吃的部分是怎麼保養 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體質是屬於比較虛的 就是我會容易怕冷 然後月經來的時候我一定會熱敷 然後一定會讓我的腹部是屬於比較溫暖的狀態 像平常大家可能坐在辦公室久了 下半身還有腹部的保溫就非常重要 在吃的部分我覺得大家可以 依照自己的身體狀況來做調整 那第一個呢我就是一定會喝熱水 我從來不會喝冰水 除非真的是在大太陽底下 我可能就是潛藏一兩口 然後在嘴巴裡面沒有那麼冰了 再吞下去 雖然有些人說冰水其實到身體裡面已經變溫溫的 但因為我自己個人的體質是屬於比較寒性的吧 我覺得 所以我盡量就不會喝冰水了 第二個呢我在生理期之前我都會用這個 我都會吃這個唇藥鹽做保養 先說這個不是業配這真的是我自己買的 這個我看過蠻多人有業配的 而且他們網路上廣告也是蠻大的 但他這個吃的很方便 我就是一天一包 我覺得吃了這個之後有補充到一些女生需要的一些莓果類的 然後他裡面好像有白梨爐唇 詳細這些成分我是沒有太仔細去看 我就想說他甜甜的也蠻好喝的 然後我喝了幾個月也比較沒有精通 因為我也是有搭配穴道按摩還有其他的方法 我想說那我就每天固定喝一包 我覺得其實氣色也變得蠻好的 那我自己是早上空腹喝或者是睡前 那因為我現在在14168 所以我睡前就不會喝 我就是早上喝這個而已 那我在生理期前後我都會喝中藥包 那其實我之前有打算想要去抓藥 就是那種很傳統的中藥店 但實在有點麻煩 因為那個要自己煮嘛 所以呢我就上網查了一些關鍵字 發現這種東西他就像茶包一樣 我那時候就看有買了月室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瘦身的 還有消水腫的 然後他們還有出泡澡包 我也是有在用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這個就是針對我月經來之前會喝的 那這個月室 它是樂木級的 我已經開過了 這裡面蠻多包的 它就是這樣子的包裝 夾鏈帶 因為你一定沒有辦法一開就喝完嘛 然後我也是屬於那種比較懶的人 我不會每天喝 因為我覺得 按照我當時需要的狀態去調整 然後所以我也買很多包了 那這個裡面就是像茶包一樣 它這個已經磨過了 你們看 它這個是有點粉末狀的 下午在公司啊 或者是我有空的時候就會泡這個茶來喝 而且下午很容易想喝飲料 泡這種茶的話就沒有糖 然後你也會想喝一點東西的時候 喝這個其實蠻健康的 但是這個也是要按照個人的體質 他們的官網上面我記得寫的蠻清楚 就是什麼孕婦不能喝 然後身體體不能喝 然後還有一些疾病的人不能喝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去官網上面看看 成分有薏母草、薑、紅棗、枸杞 然後它這個後面的沖泡方式 也是寫的蠻清楚的 中藥好像也不能亂吃吧 所以就是要依照個人體質來做調整 那我自己就是比較續寒的人 我覺得我吃薏母草跟薑就不會太燥熱 所以大家可以喝喝看 然後這個喝起來的味道 我覺得大家應該最關心是 會不會有那種很濃的中藥味不喜歡 我覺得還好耶 這個就是還蠻清淡的 還蠻難接受 像你不想要太濃的話 你就不要泡太久 它一個茶包我是泡兩次 它上面是寫說可以泡二到三次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我喝的 但我上個月喝的時候啊 因為薏母草可以讓我的筋血排得比較好 所以像我這種容易驚痛的人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淤血的關係 所以呢 我的筋期就會比較不順 所以才會驚痛 那我上個月喝完之後 我覺得效果蠻好的 就是我的生理期比較不會有血塊 那種不太順的感覺 那我會持續喝喝看這個 然後呢月經來的時候 我之前也會有分享一個基金 D基金 這個是白蘭氏他們的D基金 這一款的話它是針對產後 或者是生理期之後的女生可以喝的 我自己補充D基金的時間呢 就是在我需要工作 然後我覺得身體超虛的時候 可能生理期但是我沒需要拍片 需要超早起床的時候 我早上因為空腹喝這個 我覺得喝完之後變得比較有精神 可以正常運作 腦袋也比較清晰 然後生理期來的時候 真的是會虛弱到我沒有辦法動 那個時候我就一定會喝D基金 第二個呢就是在我生理期之後 需要補充體力的時候我也會喝D基金 生理期的時候如果你是會經痛的人 很多人會說是不是應該喝這個巧克力 或者是吃巧克力 其實因為巧克力它裡面有咖啡因 所以其實是沒有太適合的 所以呢我通常都會泡黑糖來喝 你就是去找那個一塊一塊那種黑糖磚 然後把它泡熱水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已經還不錯了 其實我也沒有泡什麼事物 或是其他中藥的補品來吃 我就是屬於一個自然路線 然後也比較方便的路線 然後搭配平常的作息 就是你不要太晚睡 也不要吃一些很刺激的東西 像是辣的絕對就不行 所以呢以上就是 跟你們分享我的自己的保養的心得 那今天的影片也歡迎分享給你會經痛的朋友 也歡迎轉發給你的男友或老公 讓他們知道 女生在生理期的時候應該要吃哪些東西 然後生理期前後應該要怎麼去保養自己 那以上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